早安 剛剛 房間在修那個鐵捲臉 所以我就跑出來玩片了 我要去買肉還要去試東西 穿著我的運動服然後搭牛仔外套 也不知道是什麼怪奇怪的風格 今天天氣很好 昨天是天氣就隱隱的 可是今天天氣就很好 然後我想去挑一下比基尼 就上半身當內搭用而已 好了 我從市重新就走回來了 買了便當 還有一件運動內衣 沒有挑到喜歡的比基尼 剛開始打折的時候沒有買 結果我今天去那個店裡面的時候 就剩下沒有幾款了 然後尺寸也挑不太到 然後就有點殘念 好的 我剛剛直播完 然後我的鼻子有點過敏 所以又紅紅的了 我今天換了三道衣服 為了直播然後換衣服 那樣子就是很蠢 好 我現在要去郵局寄信 還有去肉店買肉啦 來拍肉片 不是拍肉片 拍肉店給大家看 就怎麼買肉這樣 是不是很無聊 Let's go 本來要去買肉 結果被臭宅騙來 電腦用品的 商店來看電腦的東西 結果明天才能買肉 不想要逛電腦的東西 我覺得很無聊 我想要買肉 買肉 還要去郵局 一切都知道明天 超愛Catty 早安 今天是一半六 我們今天可能要去小小的一日遊 我現在在敷我的金盞化化妝水 就保濕一下 然後等一下來化妝 小小的get ready with me go 拆了兩個庫存 這個防曬爐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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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這隻是羊媽媽買錯 然後直接帶來幫我 就是買錯 然後乾脆就拿來給我的 它是新款 我之前有買過這個牌子的 這是眼線筆 因為我通常是不太用眼線筆的 然後它出新款 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它後面 它前面 它前面一樣是筆 可是它後面變成是一個棉頭 可以暈開的 平底 這隻 還蠻好用的耶 它後面勒暈染頭 很好勒 不錯不錯 好 長這樣 換衣服 好了 昨天把辮子綁著睡覺 蜈蚣辮綁著睡覺 看有沒有字啊 就不用電捲棒了 然後穿的是直播那一天那一件 一字鈴 然後帶我新買的項鍊跟耳環 耶 剛剛收到我的巨大 ASOS包裹 馬上戴上了我等很久的眼鏡 還有一件牛宅破孫短褲 我們可以出門了 我們抵達了 今天來到的小城市叫做 Honville 一開始我以為它是兩個字是 Honville 就是大城市 結果發現不是 就有點蠢 原來要去吃飯 它裡面竟然有Casino耶 太扯了這個城市 有人生第一次吃了一大鍋的蛋菜 還有點爽 城市巡邻結束 因為我們在路上看到有一個動物園 所以我們現在去逛動物園 是不是很無聊 一張票要17欧 16.99欧 我已經好多年沒有來動物園了 好多小朋友 然後我前面這位也是小朋友 可是他很討厭小朋友 所以他看超怪的 因為他不想要在旁邊有小朋友撞在一隻下 因為他覺得很吵 這是Cangiru baby 法國的代表性動物 我覺得這應該把他們列為他們國旗之一的 才對啊 樹懶 無條件為你不顧明天的安安 為你變堅強相信你的眼神 不敢想不敢玩 有一天會你的可能 請問大家女朋友是喜歡在車上唱卡OK的人嗎 是的 請留言 好的 現在時間是晚上6點 然後我們現在要回 回家了 到啦 要出門了 沒有 都要對焦 要出門了 今天帶了 買了 也是Big Sale買的帽子 第一次帶出門 然後 短褲 黑包 今天畫了一個紅色的妝 橘紅色的妝 其實我穿這樣我還是覺得蠻不自在 因為我真的很多年 我真的很多年沒有穿過短褲出門的 第一個在台灣穿短褲的話就是 因為我真的不瘦 我真的不是很瘦的那種女生 所以就會變成很多異樣眼光 就是啊你怎麼那麼胖還穿這樣 不然就是家裡的長輩就會說 啊 你敢穿這樣 大腿這樣可以 之類的 就 可是來這邊你就會覺得說 就是沒有人會管你穿什麼 真的沒有人會管你穿什麼 就是你爽就好 然後 然後 像臭宅的都會跟我說 你穿這樣很漂亮 為什麼不能穿這樣出門 什麼之類的 他就很鼓勵我 很鼓勵我說 就是 反正你就是穿你自己想要穿 你出門就好了 認真給所有的女孩們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肉肉 胖胖的女生的話 我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要相信我 我是胖的 就是 就雙下巴在這裡給他證據 如果是看 臀圍的話 我是台灣應該都穿 2L到3L吧 有時候板子小會穿上4L那種尺寸 我不是很瘦 我是很胖很胖那種女生 就 給大家一點鼓勵 就是 如果你有來 歐洲或是去美國的話 其實 我覺得只要脫離亞洲之後 這次生活會變得很 比較自在 就是 批判你的人 外表的人會少很多很多 香港的朋友 哈囉 講個廣東話吧 哈囉 美好 美好 美紅 美紅 聊天聊太久 現在快到8點了 還沒有吃晚餐 家裡沒有菜 可憐喔 很喜歡跟香港人聊天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有趣 每次跟他們聊天都可以 得到一些小知識 香港人我愛你們 今天要去看皮膚科 今天要去看我的臉瓶油 不知道 或不會治療什麼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之前不是有說過 我沒有拿我健保卡嗎 我只有拿到這一張紙 爛爛的紙 因為他說他把我健保卡弄丟了 然後會再補遞給我 可是也沒有看到 所以我每次都要帶張紙 還有一張 保險的繳費證明 帶著去給他們看說我有繳費 所以這是我的保險 超麻煩 不知道要講什麼 看 每次出門都要帶這一張 這兩張 這麼大張出門 超麻煩 我應該是休息時間後 第一個病人 第一個病人 然後 旁邊這樣 就是31度 然後 現在在一條環境的 不知道會怎樣 希望可以吃掉 一點一點紅紅的 就是我的臉皮 有 這裡很多 一點一點的 然後 這邊是 一點一點的 希望可以治好 可是不能治好 就很煩了 好了 看完醫生了 我的皮膚科醫生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女生 然後以後 應該就有護監醫生可以看了 這太棒了 她是跟我說 她說 我沒有辦法 治療我臉上的扁平油 她說 只能用冷凍 或是用燒的 可是 他們只有在冬天的時候 才會有 這項 服務 因為夏天的話 太陽太多了 會反黑或是反白 就算我做了 她也不能保證我 一定會痊癒 而且 不會變得更糟 她沒有辦法保證 因為有可能 有時候用了 會變得更糟 我疤可能會變得更大 或者是我的毛囊炎沒有 不是毛囊炎 我的扁平油沒有辦法治好 而且還留下了疤痕 所以 她不建議我做這樣子 她說 如果我很堅持要做的話 我可以等冬天的時候 再回去 然後 試一兩顆 是用看要冷凍的 還是用燒的 然後試試看成效 可是如果 沒有辦法的話 那就是 沒有辦法 然後 就算抹A酸 A酸也沒有辦法治得好 所以 大概就這樣了吧 我的這一生 可能就要跟我的扁平油相處了 呃